而花蓮縣議會第21屆第7次定期答會17號 縣議員針對了福島農民提升經濟產值 再生能源供電的紅外線電子圍裡放到系統 減輕護瓜的壓力以及負擔 另外還有收封箱閒置土地再利用規劃 縣議會是希望縣政府都能夠重視民意的需求 縣議員張惠文在這次定期會當中 針對物價上漲衝擊到養殖業小農 另外針對瓜農防部去化和病史豬肉需要被中南興建 化製廠以及科技護瓜等議題 請縣府能夠加以重視 針對養殖業以及生產業 大家都提出很多寶貴的意見 我想現在因為通貨膨脹 辭掉已經長到幾倍 那這個養殖業針對養殖的部分 我們也建勤政府能夠協助這些養殖業 來幫助他們度過這個難關 西瓜農、西瓜藤以及我們覆蓋西瓜的帆布 這個以後的處理 還有就是廢除的這個西瓜的問題 種種我們希望農業處以及環保局 針對農友的西瓜 這個新生一定要提出來協助 養殖業也提出來了 提出來就是使租的處理 在以前都是由各個鄉鎮公所來協助 那目前這些養殖業基於環保的問題 他們提出來也非常的好 他們希望說能夠有一個化製廠的設置 所以我們希望農業處要來積極推動化製廠的設置 分北中南來做一個規劃 科技執法的這個系統已經建立了 那可是總是沒有辦法面面俱到 以花蓮縣政府我們徐縣長他是非常愛我們的縣民 那我們想說能夠由縣政府來補助給警察局 我們來做一個全面的調查 有一些比較偏遠的地方 比較死角的部分 我們來做這個山西的科技 科技產品 以科技來執法 先一張回表示 另外針對收封鄉境內國有土地 現有土地 限制空間等問題 希望縣府能夠加以規劃活化地方 不要成為治安的實角 讓空間再現能夠更加親近 也請縣府能夠多加用心 記得喜歡 歡迎收看 做到 好